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後講為什麼我們是要使用 Message 這樣做 後下去構建DVT加工 第四個我會演示一下 關於EMC這塊遊戲存出的幾個方案 大數據幾個方案的一個演示 第五個就是 從我們EMC傳統的產場去出發 面向我們的 某我們的客戶 正在偷偷去向 IT 互聯網轉型 我們得一點思考 我們的客戶他需要怎樣的 一個合作夥伴 他需要怎樣的 企業去代理他 向IT 互聯網轉型 對 對 對 你先把手放在一起, 把手放在一起 把手放在一起, 把手放在一起 好吧,很驚訝 這是第一部分,接下來讓我們基於第一部分 這是一個十分的大數據利用場景 首先,學員可以看到這裡有基於人的一個視頻 基於車的一個照片 這是我們的一個客戶還有一個主要視頻中心 然後它在現場有很多的視頻中心 將這個存儲服務資源 通過統一的一個充許過程 我們將它存儲到一個設備上 然後我們再通過一些算法 去解析這個設備上的一些數據 把這些數據再打入到整個哈魯普的路面 然後我們有著哈魯普這個大數據處理開之後 我們就跟他們的業務來驅動 去在這裡面的哈魯普去做兩個事 第一個我們叫做碰撞 所謂碰撞就是說 我需要怎麼樣去當這些數據去對比也好 或者是我們要去當這些數據做一個融合 再讓它分成別類去行進這麼一個專題庫 得到能量的業務有價值的數據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應用的一個數據扭軟過程 數據扭軟過程就是 還是我們和上次一個 和剛剛看到的那個應用意識定過一樣的一個 一個形式 就是它它隨便有視頻數據大約有35個PD 然後照片數據有6個PD 通過抽選後 追溯到信用區裡面 然後再通過離離解析或者是它一些視頻 需要進行GPU計算 有這麼一個GPU的計算的算法 再讓它拉入到整個的一個 所謂的工廠區 就是我剛剛所說的大叔旅行臺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我們使用了藍色的建筑 下面我們使用灰色的建筑 表示節約化數據和非節約化的數據 同這些另外視頻和照片 它是一個非節約化的數據 我們將非節約化的數據 轉換成節約化的數據 讓它變得有多數 然後我們在這裡面 再去迎合一些 移動到一些數據 記憶融合 然後形成對業務有效的數據 從我剛才對應用流程 和對應用的那個數據流程過程來看 我們可以非常肯定的這個應用 它是一個大數據的應用 然後呢 它有進行解析 它有進行GPU計算 它肯定也是一個 對新年要求極高的一個應用 然後從傳統的IT來講 因為傳統的IT 資源一般都是非常豐富的人 但這麼大的平台在企業裡面 其實資源也是非常緊張的 而且在傳統的那個大數據的那個 排隊裡面 我們的客戶就是這樣 他們這麼大一個平台 因為原來它只有兩個人 兩個人 所以應用藍就是一個難的問題 就是因為這個應用有大數據 它有高限能力 它有資源解析 它有變為難的這樣一個問題 所以我們在和應用溝通的時候 給了我們這個機會去幫助這些客戶 去構成他自己的大數據 首先從資源管理的角度來看 因為剛才我說的那個 它是一個 有一個主的數據中心 有十六個分的數據中心 這些數據中心都分散在 各種的D grid 等級式裡面 然後無法經營統律的一個資源管理 第二個就是一個 遠程部署的問題 你知道客戶它是 它每次是開發一下一套新的業務系統的時候 部署是一個非常難的問題 就是一個開發團隊要到 這個限量限制去 作為一個業務的部署程到 這幾個業務到 覆蓋到了它所管理的區域的時候 其實這個時候半年也都過去了 然後從路上規復的角度來說 假設我們的服務器出現 有上百台上千台的這種 服務器宣布著我們 如何快速地去 恢復我們的應用 保證業務的健常密切 從開發管控的角度來說 傳統企業的IT 它們通常就是將它們應用 去外包給第三方的軟件廠商 它很多應用會吐到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當它們的醫院去交付給醫院 當它們交付醫院的時候 這中間就會出現很多問題 因為客戶很難在要開發的過程中 所以只要過程做一個保護 這中間的環境部署 這中間的環境部署 感覺到什麼 假如來說 如何快速地去部署 開發設施和生產的環境 因為之前在寫的環境裡面 大家也就不屬於ORITO 在這裏處去部署 不屬於類似的一些 比較大型的氣候 通常這個的話 好長的時間 可能我一個氣候 要養三天才能願意 最後它們快速迭代的角度來說 傳統的那個 剛剛我們提到的那個 大收集業組裡面的 我們來收集也好 我們的動作也好 分析也好 這樣幾樣的應用模式 才能實現快速迭代 那麼這幾個困惑呢 容許它又能幾個環境內容 第一個是 從資源者來說 它實現了資源的管理 各個的應用可以 產生地使用資源 以後它把整個的平臺 把所有的 所有D式級的應用 服務機構打通 成為一個大的肺炎池 能夠更加有效的 去應用肺炎 這也是 資源和運用維持面 都是一個問題 然後部署 通過容器這種封端格式 可以加快我們的部署速度 以前需要幾天 現在可能也就需要幾兩小時 然後我想開發主席訪問 通過幫助客戶去構建一個 是在ICT Developes這樣一個 流水線的網路平台 幫助他們去將 軟件小型的軟件大型的經驗管理 讓整個這個遊戲店的過程中 企業用戶員得到一個 很有效的網路 第三個 第三個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 Methodes Errush 來會用我們的經驗檢測 這個系統下課 是基於EMC它 本身有了一些硬件次元 形成有的硬件次元庫 下面這一塊 其實按照度 不要了解 就是一個發展的管理模式 從下網上看 這裡有延伸的數據服務 有延伸的一些 基層穩固 基層穩固持高性能 甚至快層穩固 還有另外有一個 所謂的CPU成果 一個是 根據用戶的需求 他們不需要讓他們有 要對這種 需要CPU計算的 這種高性能要求的 程序套帶 容器裡面所有 所以我們將要當初的 搭出來的CPU算式 然後我們的一些抽取 我們那些大數據平台 我們大數據平台 飛行程序 就放在這個通用的 容器程序 是一些X86架構的 去open 再往上看這上一塊 這就是一些 PASS平台的 基礎網絡設施 包括持續提升 我發現還有 還有應用電腦的調部 基礎倉部的資源管理 就是Ross Spentals 的那種概念 還有一個 一個門部管理 幫助用戶去控制 這幾個 幫助用戶去控制 這幾個 資源的分配 通過基於這個 一個原體的架構 然後我們還幫助用戶 實驗的理解研發 和記憶用力 那我們選擇的是一個 怎樣的系統戰呢 一 我們容許管理 選擇了Ratchel 為什麼選擇Ratchel 因為它的圖形界面 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這個我們是在能夠 我們將這個機器們加起給它 而且很多的成功 結構 開始從原本出生 它能很好的去瞭解 我們D600的意義 經常倉庫是使用的 Webware Hub 這是一個 已經非常有名的 一個概念項目 大數據是使用 Plan的商業型 大數據的方案 存儲是使用 電源 因為現在比較多的一些 關於大數據 存儲的一些東西 計算的時候 是使用 編詞的Revail 持續的編詞 使用台語 最後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選用了 Methods 這個核心 來管理電源資源 但是這個核縮 所以可以去 再提一個講 我們在選用家庫之前 我們選用家庫大概注意到 八九個點 我們一定要實施 第一點 第一點我們一定要 一件事的 能夠為一件事的構建運動 其實這裡就是多個多個結束 能夠通過這樣的一些 有些基礎師的技術方 然後加上應用 很快的將我們要環營構建出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要實現多站點 融合部署 先以後關聯力 多站點 融合部署 融合部署 和先以後 會是一兩年 在很多部署 那幾乎是一個強序 第三點就是 最為工作的動畫 和彈力伸縮 我們使用光 或應用部署 我們要應用反光 我們要提取 應用機器 集中構建 彈力伸縮 就是我們要 對容器設定 一些相關的 參數 解決容器的 資源使用量 使用 我們能夠自動的去 擴改容器 或者 回收容器 第四個到第三個 基金管理 第三個基金管理 就是我們 如何能夠快速的 加入一個 邏輯 可以說 新的邏輯快速的 加入到我們平台系統 然後第四個 通過論區的時候 我們某一台 物理系統出現故障的時候 我適合的 都將它上面 已經運行的一些應用 先移到另外一些 主題上 然後我將這個主題 我再將它提出去 我們這個平台 觀點是因為我們 這是一個 我們這裡 對客戶做的是一個 大數據的應用 所以 我們應該對哈渡回報 我們的支持 待會兒 我的DEMO裡面 會被翻譯的是 哈渡輪的一種 就是 這是第一種 也就是 摩爾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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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去安裝 觀點點 我們這些 要有一個 瘋狂的 一些移動器面 如果能夠 根據自己的需求 在 自己的應用間 裡面去找 它 合適的應用 像這般的存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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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 商業級的 分佈的存儲 但它也許就開根了 不過說 如果沒有類似的 可能沒有辦法進去 這個必須 分佈的 然後 下面一個 它是一個 导可的插件 它可以對接很多 一些 應用的應用產品 你可以對接 包括谷歌 還有AWS 他們的 名字 這個 叫做 Google 它是 整個 軟件經營成果產品 所以 我們要達到一個 開發 維持計畫 我們從開發 出發 然後到編譯 到我們的 容器化學校 外界的理由 到我們的測試 到我們的 部署升級 到我們的 運營 其實到我們最嚴重的運營 才一定失調 變成了流水現場 中國組織 我們在這裡 能夠大幅度提到 它的編譯效果 在容器和測試化 這個階段 通過它自己的 一種打發方式 可以更快速地 便解地 將我們需要的環境 構成成 再到 地域升級 這塊 我們能夠通過 其它本身的特性 使用便解的升級 會更容易 應用 在這裡 第七點 是我們最 最要用者的一點 雖然我們現在 使用了 但是到後面 或許我們想 跟著我們那個 關不關網的腳步 去使用 它SWAM 或者我有 或者我想做一個超大 那個超大機型的那種 規模的腳步 我可能會選擇很多 或者 最後就是 但是 Recher將Methods 很粉絲 因為 嚴肅的 相關的場面 也很好的結合 這個部分就是 我們在 除了全體之外 還有 還有 相關日晚天 去幫助客戶 微信和動畫 和可視化他們的術 說這幾個關鍵點 最後做一個小小的總結 就是 我們為什麼會選擇 Methods 原因 幾個 Methods 幾個 幾個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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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用 然後同性化的減能 也是可以一用 能夠讓功夫快速上手 第二點 它是一個 包容地區 它是一個 開放的開設 包括Methods 第三個 它這個 軟體分數 它是從 傳統的 企業的 IT 意味著 出發 具有企業的 IT 數位模式 接近用戶之所想 還有機應用戶之所指示 第四個 我會向大家演示一下 我們現在的 演出行動 這個 大手機案的解決方案 可以幫我 不會要行啊 可以幫我 可以幫我 不會要行啊 好 現在可以看到 大家覺得 我們的企業 可以用身體裡面去 找到我們的分部日程 還有我們的 這個是 還有我們的 還有我們的 將它一件 安裝 它被很快 就安裝好了 然後我們再次驗證一下 我們這個 容器卷 這是一個驗證過程 我們看一下 在兩台 不同的主題是 至少他們是 是我在看到 同一個 這個容器卷 就表現這個 容器卷 它是一個跨距離的 然後就可以看到 這裡 請得去動是 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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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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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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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我在这边就是简单的过属了一个小的网盘的那个demo 它的这个网盘的那个后台不干脆直接用来 它的这个网盘的那个后台不干脆直接用来 但是看到这个新闻的那个出来过的一个小的网盘 这个是一个网盘的那些很多见过的 到这里呢 这边就网盘在这个阵子上是可以这样运行的 然后接下来我这边这边就有一个关于大师去故事这个演示 首先还是我们因为大师去的安装软件大家不知道这个软件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使用了一个内网的这个质量仓库 这个是Wilmore和企业的特殊参户 这个质量仓库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点就是它是可以解决企业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大师去应用 选择大师去应用 选择大师去应用的版本 最后一边是对当时去的刚才那天清晃的一个情况的缘满 然后让它洗净一个大师的基础 这边点击 点击其中之后 你进入不要做任何配置 因为所有的配置需要配置的地方都挺内置的 这边的大师去平台已经不出现了 但是它上面可能看不太清楚 这边有点说DNS相关容器 设在这个大师去的支柱里面是做一个服务发现的作用 这边大概也很少了 这边在这个地方叫CTH 大棚会出现它的界面 你面试这边 我们这边有人一个大师去服务 你们再看后我们可以 检光到我们的一个节点进去运行状态 这是一个碉拳 一个概括 再一次我們去看裡面就是一些更加小的信息 讓我們更奇怪地去掌握 我們就只能夠去立刻地去掌握 可以看到有CTO的尾程 也有網絡 還有最有限 也放很多機器 在這邊上可以掌握 都可以 接下來再一次 還有包括一些勇氣 會遇到安靜心 可以拿到服務去做 最後這邊就是DNS 就是我們去驗證我們這個融資中的一個機群 服務發現一個過程 這邊也有一個圖示 在身邊可以看到我們那個圖形的發行過程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表達這個服務已經加到這個機群中 因為這個屏幕板上很輕鬆 這邊就是一個大手機平台的一個管理界面 因為這個大手機平台它本身也是有一個管理界面 我們都在拍攝影片來時 只是將它的需要的資源伺用給它 直接供應給它 我們登頓成功之後 再這個大手機平台的一個項目 我們就把它做一些小小的一些配置為優化的合理 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是有兩個接連 然後如果我在遊戲的平台 這邊我去添加我的接連 這邊的這個大數據平台 也會通常的感知到它的接連 可以添加了它會有很多的 所以這次大數據平台 對遊戲的一些配向可以添加 包括還有網 還有VPU 這邊就是一個 對於這個機群的一個監控 這叫CPU是通過的 計算機群和機群的有一定狀態 這邊的機感還包括這邊是Io 這邊 這邊的有一排 我們比較的亂想一些 這些就是這些 像HPS HPS 它其實這個東西它是個什麼 它就是一個預設好的安裝的那個 安裝的腳本 當我們有一個新的主機 加到這個程度之後 如果我們將這個安裝腳本 只能列的主機 當我們這些主機 如果我還能是HPS 有三個主機 我將這些主機 直上 我們將這些 HPS直上這些主機 當我們這些主機 就能成為HPS的服務 如果哪一天我不需要了HPS的服務 我將HPS直上這個主機 告訴它 我要限載它這些文件 當我們這三個主機 就能參考乾乾淨的主機 不過我想 再補充HPS的這個 在這三個主機上也可以 好 最後這個演示 這個演示 喔對 結束了 最後還有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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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内部就提了这样一个概念说我们有一个双模IT 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可靠的IT 我们要强调我们的安全性和基础性 就是我们现在原来的IT系列 能够让它做法 第二个我的IT就是我们的IT 我们要强调我们的软件结合速度和能够性 这个是基于规范而言 所以我们现在在企业这个 按企业IT的领域里面 现在的可靠IT的时候 这种模式是要大于你的IT 不过在逐步 逐步现在的发展中 这一块会出现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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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如果我们要去帮人用户做一个互联网转型的时候 我们首先 人用户谈一个事儿 但是我们的朋友说 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开发者 对互联网技术谈 肯定很难的手续 但是企业型的用户不一样 它对互联网技术很陌生 它会有一种区域吧 当它破了这种区域感 最后呢 收拾了之后 它会想 它要去卖出这一步去做 我的成本 什么会不会比较 如果我的成本也合适的话 它会想 果然你把开发呢 对吧 我实际上现在也不是你用户可以 我适合去做一些改造 但是在改造的过程中 是否可控 如果在改造的过程中 后来被控制到用户 它肯定是不会做的 它肯定是不会做的 当我们把这个应用 转型完了之后呢 那么他们 其实更在乎的是 他们这个组织 然后在我们这次展示中 学习到这些东西 提高他们自己组织的力量 我们才能成为一个传统企业 而且的一个伙伴 首先呢 我们要了解客户的应用 就像刚刚我刚刚说的容器 我很明白它的应用之后 我就知道我的容器 能处得它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有下一步的话题 第二步就是我们 要能管 把握住它最关键的问题 不是我们是说我们要用 我们要用力 我们要用力 来我们新的技术战 我们可能说 说这些是在客户那里 是得不到的任何 如何把握不同用户在 在IT转型中最关键的问题 就是取得用户信任的关键 所以我们要去感受它 了解它和解决这些问题 才能更好地关注 用户的转型 最后的问题就是 任何的转型 其实都在用 一个几乎再来的转型也不是 但是根本就是在于 我们这个 团队的工作模式有感觉 包括现在 比较流行的development模式 整个模式 我们在协助扣舞 转型的过程中 让他们组织 或许要这样 织织的这种思维 我们从今天实现 我们的IT转型 得到扣舞的信任 好 最后 谢谢各位